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的岗位是网易管家的那个项目专员 其实也是一个销售岗 工资是3200家 工作地点是西安 思敏 思敏文化给你预留的职位是思敏在线校园的销售代表 你的工作就是面向大学生做我们思敏在线这个项目的销售 工资 工资3000起 加 东京 那我现在就给你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一个工资待遇 就是5000块钱 工作地点和岗位 工作地点北京南京上海都可以 工作岗位就是市场专员 曾花 就把这个我们叫做特局部的一个学校渠道的一个拓展吧 和销售管理工作交给你 然后底薪5000 地点 北京 段东 那我爸同程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营销团队的管理陪际生 工作地点可能会在济南或者青岛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毕业 如果你能全职工作的话按照正式员工的待遇给你 工资 工资我现在不告诉 你要跟其他人一起竞争 段总是选择在这个环节不告诉他工资是吗 是的 你看 我觉得你要跟其他人一起竞争 我不希望给你特殊的待遇 尹锋 岗位地点 咖啡之一位你准备的岗位是间隙授权经理 这是一个在销售专业上以及销售发展上 包括销售提成上是有巨大空间和挑战 和吸引力的一个岗位 工资 6000吧 6000 OK 注意一下后面的老板 我提醒一下你 从这边开始2000的3000 2000的3000的5000的5000 不告诉你6000 我提醒你了 胡老师这么一提醒压力好大 对 我就是给后面的人压力 因为后面全是大款 我想说 鉴于新辉今天的优异表现 冬空日产虽然是汽车业的 领头企业 但是我们今天提供的offer不是传统汽车的岗位 而是我们跟天津卫视 从今天5月份即将开启的一个大型明星探险 户外真人秀节目 我觉得基于你穷有18成的精力 你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这个项目的项目统筹助理 我们能提供的是这个3000的底薪在家 在家项目的奖金 陈浩要出嫁了 陈浩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陈浩 陈总有压力了吧 我没什么压力 因为我总有一个感觉 我认为我们今天不管谁招了你 我们只会是你人生的第一个伯乐而已 我认为你未来一定会创业 而且创业很成功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演员吧 我也同意 我也有同感感觉 所以我愿意当你这个人生中的一个起点一个老师 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情歌加盟中心这个管陪生的这么一个岗位 实习期的工资 我跟尹总一样也是6000 你的提成绩效会跟正式员工是一样的 好 刘建勇 我愿意给你提供我们福能集团旗下的这个科技板块 这个移动互联网 我愿意给你月薪8000 然后一年中你只需要在我那里一年 我就做天使跟你共同谋划一个项目 不低于200万 你最少占20% 就等于送你40万 刘建勇 你好帅哦 一桃石你还要开架吗 因为你可以选择放弃 一桃石你可以选择放弃 我想说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其实我是很占有优势的 因为我可以最后一个出价 但是我真的不想因为价格原因去留你 我是想说我有很多的感受 是感同身受的 我大学开始创业 我在英国创过四次业 卖过两间公司 那我想说今天我在做的事情 就是帮助大学生创业 我们在做了一个一桃石碑的全国欧托创业大赛 那我给你开出的offer是什么呢 一桃石给你开出的这个岗位是 做我们全国大学生欧托创业大赛的 形象大使 我们出每个月一万块钱的代言费 这只是第一步 这周的周四 我会去武士的大学做寻讲 你可以跟我去 那我想亲自再陪你 做我的学徒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 给大学生带了新的创业希望 我觉得我也想说一下 虽然说你把我灭了 但我还不死心 难道你要输一百万 对刚才所有的人都已经开了价了 对吧 那我告诉你 其实我在看你第一眼的时候 我就觉得其实你真的特别适合销售化妆品 因为你长得特别有喜感 我相信妈妈阿姨女性 咱们都喜欢她对不对 真心觉得你特别适合做这个销售化妆品的这个岗位 所以我愿意给你月薪一万块 然后我告诉你 我下面最优秀的渠道经理 他们现在的年薪是八十万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放弃这个八十万的机会 来函数吧 冷静冷静 我为什么说让你平静下来 钱能代表诚意 并不一定代表你的未来 对 你一定得自己心里有谱 现在的自己 几经几两 将来的路怎么走 从综合的角度来衡量 哪一个单位是你的梦想 是你未来的事 一定会 不是说眼前这点钱 对 我补充就行回啊 三年之后 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行回我补充了 你二十年之后你是怎么样 对吧 第一份工作其实最重要的不是收入 接下来你好好想一下 选一选 考虑一下走过去 灭掉他们九个人 灭的时候动作要帅一点 果断点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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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您是我最尊敬的女学家之一 我从那边一路灭过来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谢谢 谢谢您 灭了他不要跟他说话 别了别让被死结了 上去就是一刀 上去就是一刀啊 不要多说话 刘兴辉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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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你 你感觉很棒 谢谢你 这两个是舍不得灭的 舍不得灭 这两个 这两个舍不得灭 八千的灭了 八千的灭了 刘佳勇被灭了也很帅 被灭了也帅 加油拿得起放得下 算了 谢谢你 有帅点 还要灭一个 所以最后选择 最后选择太多也不是好事 到最后还是要拿实力说话的 绝对是场面 白姐之家 我们俩一起好不好 刘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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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性流的聊完了没 谢谢你 好 自己动手 来 我们也有请 未灭灭灯的九位老板 暂时离席 我们请增花 张扬 谈钱不上感情 其实钱都已经谈过了 其实他最后的选择 没有什么对错 因为如果不是黄建廷老师 改变了最后的游戏规则 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所以他今天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幸运者 这个孩子就是让我特别想到一句话叫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积累 让一个农村男的孩子如此的充满自信 并具有一定的格局和胸襟 所以他现在选择留下这两家 很明显他是有校园情节的 大学市场让他觉得自己可以驾驭 能操作并熟悉 更容易上手 今天这个孩子赢了 这个孩子证明了每一个想努力的人 都会有美好的未来 这十几个公司加起来 上百亿美金的资产 就由着你这么摁来摁去 你这一辈子 估计都不会有这么大的生杀大权了 你很幸福 这是第一 第二 不管你入主任何一个公司 你进去了之后 老板你们对你的印象 从今天开始一定会有一定的回落 是一定的 因为今天这样的一个舞台 给了大家一个强烈的竞争的感受 所以你的形象会抬高一些 所以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对 你的形象一定会往下掉 你要做好这样的准备 好不好 我就跟你说这两点 好吗 四位其实是 的确是这样 我觉得薪资越高 你的压力也越大 这是在每一家企业都是一样的 我想批评一下今天的老板 其实刘行辉他真的很优秀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他找的只是一份坚持的工作 真没有想到有些老板的开价 甚至高达一万块 我觉得做这个选择的时候 应该更加仔细认真一点 再来我们毕竟是一个公众传播的平台 不能给未来求职的一些职场新人 有一些错误的传递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理智地看 给你15秒钟 想一想15秒钟之后告诉我们是选择斯凯勒 还是一陶石还是 谢谢再见 请准备 说吧 你选得 一陶石 恭喜 怎么样 感觉还行吧 然后因为 还行啊 你早来 就是做这个决定 灭了几百亿的 确实就心就一直在痛 在痛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 因为刘家勇 纠缠了半天 他在跟你说的 他就是说他 他的这种创业经理和我一样 让我胆子大一点 我也会成为他 只是我觉得目前呢 我真的还不具备这个能力 我希望就是有一天 当我真正地去做一番事业的时候 我会去跟他成为一个好兄弟 成为一个好战友 好了 恭喜 谢谢你 特别喜欢你 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